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朗普对民事欺诈案中的4.54亿美元罚款提出挑战 瑞典总理赞扬匈牙利批准北约申请的历史性一天 匈牙利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解除了历史性扩张的障碍 匈牙利投票为瑞典加入北约铺平道路 瑞典加入北约联盟的时间线 请大家收看 特朗普对民事欺诈案中的4.54亿美元罚款提出挑战 BBC 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对一项裁决提出上诉 该裁决要求他在一起民事欺诈案中支付4.54亿美元的罚款和利息 这项裁决是由纽约州总检察长提起的一起 案件中作出的检察长指控特朗普夸大房地产价值 以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 如果特朗普不支付 总检察长表示他将寻求查封他的一些资产 上诉意味着这起案件将继续到选举计 特朗普准备与乔拜登总统进行可能的再次对决 瑞典总理赞扬匈牙利批准北约申请的历史性一天 南华早报 匈牙利议会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使该国成为这个军事联盟的第32个成员 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促使瑞典和芬兰都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在同年4月成为成员 瑞典的申请被推迟 直到2022年11月匈牙利才批准 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表示 瑞典的加入将推进联盟的安全 匈牙利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解除了历史性扩张的障碍 华盛顿邮报 匈牙利议会投票赞成瑞典加入北约 为军事联盟的扩张清除了最后的障碍 瑞典将成为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 这一过程始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 并在去年见证了芬兰的加入 这两个北欧国家的加入将增强北约的能力 加强其在北部和黑海地区的地位 匈牙利投票为瑞典加入北约铺平道路 BBC 匈牙利议会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为这个北欧国家的成员资格铺平了道路 瑞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于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 但匈牙利曾指责其具有敌意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有密切联系 此前曾阻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然而 奥尔班上周宣布支持瑞典的成员资格 称成为北约成员意味着他们愿意为彼此而死 瑞典及其东陵芬兰于2022年5月宣布加入北约的意图 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 瑞典加入北约联盟的时间线 美联社 匈牙利议会已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使瑞典成为该联盟的第32个成员国 这是在土耳其于1月份同意瑞典加入后 所有现有北约成员国都已批准瑞典的成员资格 瑞典和芬兰决定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寻求加入北约 芬兰于2023年4月加入 然而 土耳其和匈牙利都拖延了瑞典的加入过程 瑞典的正式加入北约批准是在2023年3月尤其议员给予的 芬兰于2023年4月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 弗拉基米尔 普京如何控制俄罗斯人 德国明镜周刊 尽管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死亡 但弗拉基米尔 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似乎是牢不可破的 该政权通过镇压和经济韧性的结合来维持稳定 普京以经济繁荣作为政治自由的交换条件 俄罗斯经济经受住了制裁和乌克兰战争的风暴 实际工资上涨 2023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为3.6% 然而 这一繁荣是由政府对军火生产的大规模投资推动的 而民用经济则因资源被转移到战争努力上而萎缩 许多俄罗斯人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稳定而接受了这些牺牲 普京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多年来一直在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做准备 减少外债 积累货币储备 加强银行体系 由埃尔维拉 纳比乌利纳领导的中央银行 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 俄罗斯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不能被忽视 乌克兰战争消耗了数十亿卢布 国防生产推动了工业增长 而其他行业则在萎缩 此外 对进口的依赖正在侵蚀国内产业 并将利润转移到其他国家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普京的政权由于镇压 经济韧性和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保持稳定 大多数俄罗斯人已经向权力屈服 并愿意接受政权的控制 以换取稳定和经济繁荣 缺乏有组织的反对运动和对报复的恐惧 也有助于政权继续掌握权力 在没有可行的退出策略或替代领导人的情况下 普京似乎将继续统治俄罗斯 法国重申对摩洛哥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自治计划的支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法国外交部长斯蒂凡 塞珠内已抵达摩洛哥拉巴特 致力于加强两国关系 塞珠内表示 他是应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的个人委托而来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塞珠内承认西撒哈拉问题对摩洛哥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 并表示他致力于推进事务 他还宣布希望与摩洛哥建立一个未来30年的伙伴关系 这次访问被视为法国和摩洛哥关系 在一段外交紧张时期后迈向新篇章的重要一步 匈牙利议会投票赞成瑞典加入北约 德国之声 匈牙利议会以188票赞成 6票反对的结果 支持瑞典加入北约 这意味着瑞典将成为北约的第32个盟国 此前 由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 奥尔班领导的执政党非德斯党的议员反对 该问题在布达佩斯的议会中曾陷入僵局 匈牙利政府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表示 匈牙利对欧洲安全有着切实利益 周五 奥尔班在布达佩斯与瑞典总理乌尔夫 克里斯特松会面 并表示他的党将支持斯德哥尔摩加入北约的申请 索马里 土耳其协议引发与埃塞俄比亚的海上争端 德国之声 土耳其和索马里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国防和经济合作协议 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根据该协议 土耳其将帮助重建索马里的海军力量 并保卫其漫长的海岸线免受海盗和恐怖主义的威胁 然而 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 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增加存在可能在该地区引发不稳定局势 并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风险 特别是 埃塞俄比亚已与索马里兰签署了一项海事协议 以承认索马里兰的自治权并获得进入红海的权利 索马里反对这项协议 称其非法并侵犯其主权 对于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 一位高级美国外交官提出 帮助改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沟通 并表示 该地区不能承受更多冲突 在非洲之角的海上安全的未来 需要通过对话、缓和和地区合作来应对这些困难 英超减少埃福顿的积分处罚 缓解了降级的担忧 纽约时报 英格兰足球俱乐部埃福顿 因违反财务规定而被扣除的10分处罚 在上诉后减少到6分 这个决定使得埃福顿在英超联赛积分榜上升至第15位 并缓解了俱乐部对降级和财务破产的担忧 然而 埃福顿仍面临违反成本控制规定的额外指控 可能会导致再次扣分 该俱乐部正面临约10亿美元的债务 并需要定期的外部融资来保持运营 拜登将目标对准了一个新的经济恶棍 缩水通胀 纽约时报 拜登总统指责公司进行缩水通胀 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 减少受欢迎食品的大小或分量 这一指责是在通胀趋于缓和 但购物者对高昂的杂货价格仍然感到愤怒的背景下提出的 作为回应 拜登正在考虑采取新的行政措施来打击这种做法 还可能支持新的立法 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和惩罚杂货店的企业价格欺诈行为的权力 谷歌AI工具对莫迪的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回答引发了愤怒 南华早报 谷歌在印度面临批评 原因是其Gemini人工智能工具对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的问题做出的回答被一些人视为有偏见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未来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监管呼声 谷歌回应了这一批评 称Gemini是一种创造力和生产力工具 可能在回答时事或政治话题时不总是可靠的 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需要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培训 以防止算法偏见的讨论 几年前 印度对社交媒体公司引入了更严格的监管规定 要求任命技术合规官员监督删除不良内容 据说政府希望对人工智能监管采取轻触式方法 但一些专家认为可以根据传播虚假信息的理由对谷歌采取行动 掠夺的艺术品回归西非达和美 经济学人 马蒂·迪奥普指导的电影《达和美》 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的金雄奖 这部纪录片追踪了26件艺术品 从巴黎到贝宁最大城市科托努的旅程 这是前殖民大国首次大规模归还被掠夺的非洲艺术品 该片探讨了历史上的错误 并通过在贝宁阿博梅卡拉维大学召集一群学生 讨论有关归还的伦理和情感问题 将讨论引入了现实 中国习近平的领导心理学 外交观 习近平的领导心态可以被描述为理性、无情和坚韧 他是一位强大而常常被低估的领导人 将个人叙事与对中国的愿景目标相结合 如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习近平会面的外交官和尊贵人士 形容他唯有礼貌、克制和善于倾听的人 然而 习近平的例外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首要性的信念 可能是他决策中的盲点 他可能低估了美国的任性 并且随着年龄增长 可能表现出认知僵化 尽管他的意识形态僵化 但习近平在应对COVID-19疫情 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等挑战时 表现出务实和灵活性 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等全球领导人 建立了关系 然而 这些关系主要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是更强大的一方 关于台湾问题 习近平多次表示将实现和平或其他方式的统一 但他不太可能冲动地入侵 相反 中国可能采取各种政府手段 鼓励台湾 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应对挑战的方式 将决定他和中国在21世纪的遗产 随着中国在全球范围内 彰显自己的地位 并对抗美国的影响力 了解习近平的心态和治理成果 非常重要 在童年时期分道扬镳后 斯蒂芬和罗比 阿梅尔成为科幻系列电影 Code8的主演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多伦多出生的堂兄弟史蒂芬和罗比 阿梅尔都曾主演过不同的超级英雄电视剧 现在他们将在自己的系列电影 Code8中担任主演 这部概念验证短片 于2016年制作完成后 在Indiegogo上大获成功 筹集了240万美元 用于拍摄一部完整的电影 后来该电影在Netflix上发布 Code8第二部 也是在多伦多吉州边地区拍摄完成 并将在Netflix上发布 但阿梅尔兄弟表示 他们在制作过程中保持了完全的控制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谈到了特朗普对民事欺诈案中的 4.54亿美元罚款提出挑战 特朗普正在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 这意味着 这起案件将继续到选举季 特朗普准备与乔·拜登总统 进行可能的再次对决 不得不说 特朗普真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不管是选举还是法律 他总是敢于与之抗衡 这起案件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获得匈牙利的批准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 解除了历史性扩张的障碍 瑞典将成为北约的第32个成员国 这对于北约的安全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加强 不过 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特别是与俄罗斯的关系 我们希望这种担忧能够得到缓解 各国能够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分歧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了 普京如何控制俄罗斯人 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谴责 和反对派的抗议 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 似乎是牢不可破的 他通过镇压和经济任性来维持稳定 而俄罗斯人 也为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稳定 而接受了一些牺牲 普京的政权虽然面临一些挑战 但他似乎将继续统治俄罗斯 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问题 例如经济挑战和国际社会的压力 最后 我们看到了谷歌 AI工具对莫迪的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回答 引发了愤怒 谷歌在印度面临批评 认为其 Gemini人工智能工具对问题的回答有偏见 这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的监管呼声 需要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培训 来避免算法的偏见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需要确保 人工智能的发展 能够符合道德和公正的原则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从特朗普的法律挑战 到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 再到普京的统治和人工智能的偏见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与您分享的观点 能够引起您的兴趣 并且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接下来 我邀请您参与讨论 欢迎您提出您自己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